虽然这个理解很失败现在 这边第二盘戴达罗斯 右下角蓝色的虫族是Soki 左上角红色的神族是Deer清本 清本看起来要BF开 看一下怎么个开局法 瞧这么近的视角干嘛 晃来晃去 看眼睛都花了 帅 帅个屁啊 就看个基地有什么好帅的 就看人家星空加速好像很开心一样的 不得来回视角看 神族真鹰吧 这么早就可以星空加速 神族帅不帅 直接不探路路程 他可能觉得这张是重组优势图 重组不会在自己优势图放快狗 好 Soki又是选择探路裸霜 那肯定要干扰你的二矿 太转压点应该不会吧 他应该是就算压也是自己先把自己开 嗯 柳三裸里面 Soki用压点压的比较少 不太喜欢这种战士 其实这个图是可以压点 我觉得压点也蛮好的 因为他肯定要拖弄 要解决要很久 Soki是个好人的 人家有信仰 家里面裸三呗 看会不会啊 应该是裸三 好 这边清本是裸双先bf 所以说面对裸三是小亏 如果他是裸双先bg 那面对裸三他就是差不多 然后清本没探路 清本等会探了路 他就地宝 这个地宝可以 不过他肯定马上要造 我清本那么稳啊 他第二根水晶没造就先把地宝给拍了 稳得要死 这么稳啊 你一边在偷一边又想稳 不不 他第二根水晶放家里面 放家里面 他第二根水晶放旁边了吧 没有放旁边吧 我看到两根水晶了吗 有吗 对啊 在别的幅旁边不是还有一根水晶吗 那可能我没看到吧 两根水晶吗 没注意啊 我想他放家里面可能有他独到的想法 他有特别的朗诵技巧 特别的姿势 裸三我们说过裸三重组整个timing会提高30秒 就是有很直观的影响 裸双提高30秒 裸三提高快40秒 4040秒左右 对一般是6分钟两期嘛 你可以5分20秒就下两期 整个经济会确实的好很 这个运营真的是很爽 但刷着刷着这有的时候就是裸三的时候刷着农民刷着刷着 根本停不下来 哈哈哈 就你的钱用的好干净啊 因为虫卵都要刷要刷这个钱 我感觉好像还是刷农民好 不要刷狗了 人家也是通嘛 再偷一点再偷一点 看着这时候裸三这个清门可以拼一下 对可以选择多逼机 母舰核心不是他母舰核心也去开三宝 哦这么拼的 也可以嘛 又没狗素 确实是可以这么做 也不可能有狗 根本停不下来 哦我那天我不跟你说了 我不是刚才用那个刚才跟你说的吗 然后我不是一波兵走过去 我发现他5基地都已经下好了 就带了那个不是 安德奇姆要塞 安德奇姆要塞 5基地刷第5个基地的农民你知道吗 第5个基地农民都刷了 第5个基地农民 我的那个呆我真是 那么偷我真是遭不住 太过分了 然后我就很厌烦的 帮他把外面的两个违章建筑给拆了 拆了他4基地5基地 太偷了 我农民过去一看嘛 我点了个水晶 然后来了一坨农民 你就懂了人家 一片农民过去 然后这时候我就 哎呀刷兵啊 对不对 有时候是讲的 因为开局太顺了 会让你根本停不下来 我完全可以理解他这种心情的 但是不能接受他的行为 哦 直接先跳二本 狗速不提跳二本 因为看到对手憋死了 嗯 也是 合理 合理 这样的话刺蛇出来的时间也很早啊 嗯 他可能要速刺蛇 先顶一下对手三矿 这个金本 不几个兵啊 三个 还是要开矿的 嗯 先补兵就是这种是比较稳的 呃 昨天我们看到 SS在这样的地方防三矿 是放了 四个宝 四个宝 非常有诚意啊 嗯 不知道亲们有没有这个诚意 然后直接选择3vs 就把气 省下来 跳科技 然后用钱去放地步 狗哥这种 别人好像都 除了 除了他自己以外 别人都学不来 都不屑 不屑意去学 不不不 SOS流线 全部人都在用 昨天不是 也有学友在那边发帖说 就是国外某人看到SOS 也发了一个狗的感觉 太搞笑了 全世界都是这样认为他的 嗯 其实狗哥还是 很聪明的 对 对 完全靠智 说他狗 只是开个玩笑 他是非常聪明 以前是叫他战术 但是 他就因为打掉解冻吧 然后又让 小色学会了这一招 宏观上的东西 是非常出色的 好 哎呦 哎呦 这个兵好多 这不像是开矿的样子 对啊 挺农民了 但他这个一攻有点慢 聚像一波 凤凰战梁聚像一波 这个打法 这个打法 我跟小色碰过的 他十一分钟会出门 两个巨像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打 因为他 就出了一个哨兵 你知道吗 纯靠地面的差 我看他两个巨像走出来 我跟小色说 我说两个不朽 两个巨像 他是凤狂开局 十一分钟 巨像是幻象 A上去 这马子肯定是幻象 A了 A上去感觉不对 掉血 死都好快啊 就后来我们研究一下 为什么他可以 他没有哨兵 他就是一个哨兵 所以他可以这么快 两巨像一波 这个打法呢 在这张地上是有点威力的 可以这个的话 主要就是 现在侦查到了 侦查到的话 就会 造蟑螂 在野外包 就没事 对 只要你能够包上去 不要让他那个 有时候你觉得 比如说你以为 这个巨像是幻象 你想在正面打 哦哟哟 那个简直死的 哎呦 凤凰 好了 马上要出门了 神祖 是不是十一分钟 这个时间 这个这个这个打法 我太了解了 这个很 很那个的打法 哎呦 这样补防空 插防空到前面线 他限制对手母舰 这个时候龙塔 肯定是来不及的 你不能靠那个就是腐化 对手其实兵不多的 对 就就两个巨像 你想办法就靠冰数量 围围 对然后围住 对手肯定要上军坦 就要包住了 他没有立场 这个巨像就是 你还是可以点到的 对的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Forky现在是想办法 托腐化 对他 他你很危险 上军坦我就包 你不上军坦我就等腐化 对你的三框 就很容易就是 浓民被洗光 哦 这不打 不打包家的话 非常的危险 那他如果要等的话 他就不应该上啊 骗骗立场 农民拖走吗 新闻在这边 很小心调整阵型啊 我怕出来了 还是很有威力的 拖农民准备包了 包了 冲上去 中了一个减速 立场被放了 他不放立场吗 这么多少兵不放立场 肯定要放了呀 好放了 一个巨像已经没了 没火力叔叔呀 不过打人手 一致力打得碰 好像是 好拖第二框农民 没刺蛇了 苏凯自说已经被扫光了 没个觉悟你知道吗 他没有想到对手这一波这么猛 这一波这一波 他刚才上军坦 上军坦的时候就应该包了 对的 没想到对手这么猛 那个冰的数量是绝对够的 这样的话苏凯死了两框的农民啊 如果能全吃对手主力的话呢 还可以打下去 但是其实是不占什么优势的 就不要想自己有优势 对 还是 谈不上什么优势 还是应该能守得下来 他后面已经接不出兵了吗 30多个农民啊 很肿的呀 机器 好还是能守住 他主要是女王拳都 很极限 清本直接是打机器 全吃了对手主力 其实如果当时清本主力跑了 回家重新转移 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你把对手三机器打了 打了两框农民 对不对 这时候大家都两框 我农民比你多 这时候我有剧效果 我慢慢把三框开起来 其实是可以的 这可能也是做好觉悟吧 这一波他很极限 他打得很极限 然后最后没冲进去 他就激进了 他在这样的地图上 选的这个战术呢 其实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这个战术蛮不错的 单少兵凤凰跳剧将 11分钟一波 很快很快 主要是这样地图太近 严兽可以打这一波 严兽绝对可以 上次小色中这个战术 是在那个 贝尔西纪 中的这一招 我看见他中的 我们两个都没想到 那个巨像是真的 因为第一次看那个 很早以前的事情 那是非常早了 很早以前的事情 确实那个时候 谁会相信会有两个巨像 11分钟就出来 对的 因为他出凤凰了 对 还有凤凰vs 你就根本不可能想到 他巨像会这么快 这一图选择了 安特奇姆要塞 其实一张 这个神族 三框一波神族 但平本上次这张图上被Live打爆了 那因为Live强了 正面强了 正面比Live强的人 Sorky正面不强了 Sorky正面没有Live强了 没有Live只会打正面 Sorky多线的话也一般性 还可以 Sorky多线还可以 Sorky比较全面 比Live全面 人家怎么说也有一个侍从 Live有吗 Live好像只能当别人的侍从 好像也是 他只能当狗哥的侍从了 再这样下去 这后面我要给他用个 披个瑶瑶乐了 这张看看点位 谁一定想一上去打马路啊 在清门的剧本里面 他也是希望他能够去打马路 那当然是打马路 打PGGAB是有点 PGGAB打不快 PGGAB标准内接 要好呢 PATIN都随便爆 对啊 这两个神族 那PGGAB晃谁呢 晃Sorky吗 晃Sorky啊 他打不过Sorky 身体太稳了